大家好 我是愤怒的调音师 经节课教授大家 怎么调overhead掉顶话筒 前面的实音课程我们说过 这个overhead掉顶话筒 是对价值股的整体来收音的 调音也一样 我们也是要把它们当作 价值股的整体来调的 听起来还是很复杂 但调起来其实非常简单 首先慢慢的领大争议 先低切到80赫兹 切除多余的超低频 调顶话筒并不需要送到超低音箱 也不需要超低频 所以我们要切除80以下的超低频 让调顶话筒的低频听起来干净一点 但你可能会看到有些人 把调顶话筒的低频和中频船都切掉 只留下高频 我不建议大家这么做 这很可能是他们觉得 调顶话筒只是用来收查片的 所以才会把低频和中频船切掉 只保留查片的高频 但实际上这样子调出来的价值股一点都不好听 因为所有的声音都是破碎的 在前面的低谷 军谷 通谷 上面我们都加了噪声门 如果你单独听其中一个 你会发现声音特别奇怪 特别不自然 因为我们为了干净为了增加动态 用噪声门把低谷 军谷 通谷的尾音都传切掉了 所以这些声音只有头 没有尾巴 也没有泛音 都是碎片化的声音 听起来肯定不自然了 不过不用怕 我们有掉顶话筒 虽然一万赫兹以上的这些超高频也造高频 但跟我们认知中的高频有点不太一样 他们并不刺耳也不尖 他们是细碎的声音 现在我就表演一下 用嘴巴发出一万赫兹以上的这些超高频 给大家听一下 这是我的独门秘技 大家不要告诉别人 发现木有 真的是一万赫兹以上的超高频 大哥 一万赫兹是一秒钟震动一万次啊 什么东西才能这么高速的震动呢 是你的小丁丁吗 是空气粒子 只有空气粒子这么轻的东西 才能这么高速的震动 所以一万赫兹以上的这些 好了 进节课就上到这里 想学习更多的干货 可以订阅我的音响终极和高级课程哦 里面都是我的独门调音套路 赶紧订阅吧 嗨咪咪 嗨咪咪 月花再开 让这一生公命在风尘散 路发已不在 何身已身 无多阴陷 一票穿埋于风 我们下 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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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晒 不我 我不能 拖晒 散刑 散请 散 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